干嘛什么男人要你剃了头发来追他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看到他的时候就心跳加速 难道不是喜欢吗 你为什么就会心跳加速呢 他哪帅呢 他比我们那四个帅哥帅 帅多了 这都不用说 继续 我追了他一年嘛 一年之后他生日 他又接了我送给他的礼物嘛 然后当时他还抱了我 他说谢谢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怎么抱的 你是熊抱你还是深情的拥抱 是我铺上去的 这叫头怀送抱 然后我当时 哎呦你说完了没有 一看见就是没有青春 要有这么一个女孩追你 你会觉得无聊吗 我就问你吧 你今天干嘛要剃光头 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以为 他已经接受我了 我说我跟你表白那么多次 他说你要是这么这么喜欢我的话 那你就剃了光头 那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觉得这就是他对我的一次考验 我剃了光头 然后我来这儿告白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你傻呀 我哪傻呀 他说理就理呀 他说了我理了 我们就在一起 他叫你跳海你跳吗 当然不跳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男的要 你原来是长头发是短头发 长头发 长头发的时候肯定蛮漂亮的小女孩 你有毛病叫人家把力抵个光头 我不觉得这男的不怀好意 我觉得他让我理了光头 没准就是怕别的男生看上我呢 他让你剃光头的目的只是想证明说 你和我头发一样短了 哥们 懂吗 就是他是哥们的心态 他在跟你在一起 那如果你让他把头发剃了 他剃吗 我为什么要让他把头发剃了呀 那他为什么要让你把头发给剃了呢 我告诉你 因为这事很简单 如果有一个男生来告诉我 不不不 家里你把头发给剃了 我就答应你做我女朋友 我只会跟他说一句话 走你呢 拜拜 这什么人呢 你也就是不爱我嘛 对不对 你要真为我好 干嘛让我把头发给剃了 我觉得多少带有一点点侮辱性 没有这个妹妹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我们说跳河他不跳 因为跳河他不跳 这个是正常人的反应 但是剃头他可以剃 对他生活没什么影响 但是剃了头也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好 他是个女生 他不是个男生 不 不 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只有男生 才有剃光头的权利的 我们不能把这样子这样想 现在本来女追男就很少 像你这么执着的去追一个男生 给你点掌声 光他里光头 待会儿有的哭一胡的 啊 去吧 站好了啊 好 接下来我问他几个问题啊 如果这男生真的不来 他不会不来的 他真有可能不来 我觉得 要是极小极小的概率 他没来 你怎么办 那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 什么意思 不喜欢我呗 第二个问题 他开玩笑让你理的头发 他说你真理的 他开玩笑 你会生气吗 他当时的语气 他当时的语气不是在 如果他只是开玩笑 请问 你生气吗 生气 还好你有点自尊 第三 他跟你说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不回答 我就不开门 放手呗 还好啊 还算是有点冷静 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韩西 你那天跟我说 你只要把头发剃了 我们俩都在一起 我不知道头发对 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 他陪了我 几年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剃了他 今天 来了这个舞台上 你是不是 就要像那天你说的那样 要跟我在一起了呢 韩西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小月 这两年你为我做这么多 每次 每次 都是这样包容我 体贴我 我真是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我心里都很感动 我都明白 说实话 说实话 和你 你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心的 其实 我冲你发脾气 白脸子 你第二天还是该对我多么好 对我多好 一直在付出 不求回报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 不想辜负你 我也想告诉你我这两年心中的答复 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 我 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 像恋人之间 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 对你的感觉就像对妹妹一样喜欢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俩真不能在一起 不可能啊 恋心不可能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在我坐着疼的时候 你要帮我带热水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在我发烧的时候 你还陪着我 你还把我送到医院 还守了我一夜 你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可以错的 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特贵重 然后我觉得女孩带来这一夜 那不是贵重 那是心意啊 对不起小月 我不用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好哥们 一直像那样对待你 我不想当你的哥们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咱俩只能做朋友 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 你人很好 你对什么事都好 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 但是感情不是墙逼出来就能有的 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 否则我早大一点点的小月 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你做的都很 我喜欢了你两年啊 我知道你两年你还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啊 不想吃 你还不喜欢我 为什么告诉我 贴了头 我哪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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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